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歼20战机最新批词的照片 照片中,歼20战机又有了新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 歼20至今已经9岁了,翻过12月份就即将迎来10周岁的生日 关于歼20的发展,一直以来存在两大谜题 第一是歼20何时才能装备国产涡扇15发动机 第二就是歼20上到底装没装机炮 关于这两个问题,发动机国产化已经基本上快实现了 而对于歼20上到底带没带机炮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众说纷纭 有说带了的,还有说没带的,各自都拿出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最近一张关于歼20的最新照片更是让这种争论达到了顶点 近期在网络上出现了一张黄皮歼20的是非照片 与之前的歼20有所不同的是,这回在左近期道的上方赫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矿 外界认为是歼20可能在这个位置安装了机炮或者是加油装置 当然了,后一种可能性基本上能够排除 先不说此前早就已经有照片显示 歼20的加油装置就在机头座舱旁边,采用内埋式设计 就说这个位置根本就没有战机会将授游口设置在飞机侧面 一般都是位于机身中线靠近飞机重心的地方 虽然说这种说法也只是方尖传闻,真实度存疑 不管是真是假,是非照上显示的这次是非的歼20 的的确确是与之前有所不同 不管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安装机炮 总而言之是在进行一项新设备的测试 我们假设歼20真的是在这里安装了机炮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现如今的空战环境下,歼20还有没有安装机炮的必要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航空机炮这种自动射击武器 航空机炮可以分为转堂式、转管式两种 口径不大,航空机炮射速高,操作维护简单 在二战时期广受参战各国的飞行员喜爱 后期随着空空导弹的发展 这种武器也一度销声匿迹 直到越战时期 面对处于装备绝对劣势的越南 越南的飞机避免自身装备优势 同美机多次上演空中拼刺刀的战法 一直以来 习惯了用空空导弹发起远程打击的美军 一时间竟对这种曾经的拿手好戏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被打得很惨 所以在越战之后 机炮由于美军的重视 又再一次得到了各个国家空军装备发展的重视 而机炮的作用 就是为了弥补空空导弹的射箭盲区 但是现实却是 自从1972年之后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三代机 凭借机炮来击落敌机的战力了 当年越战 美军给F-4重新装上机炮 也是因为当时的格斗弹实在太过于不靠谱 命中率非常低 从而被越南空军米格-21压着打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电子技术的发展 也让空空导弹的性能得到了提升 比如说在马岛战争中 英国的海洋战斗机紧急配发了AIM-9L导弹 性能比AIM-9D进一步提升 有效射程超过三公里 尤其是可以有效的正面射击敌机 在马岛海战中 AIM-9L就取得了惊人的战绩 击落了21架阿根廷飞机 而海洋配备的机炮 在空战中就没有出场的机会 反倒是在对地掩护中起到的作用不小 至于现在 各国的新一代空空导弹性能普遍更强 甚至还能进行大离轴角发射 机炮可用的机会就很小了 我们再将目光放到歼20战机上 对于歼20这种强调跨音速和超音速性能的飞机来说 其实机炮的射击窗口已经非常小 在战时 歼20很少会出现与敌方战斗机进行近距离格斗的状态 对于机炮的要求自然不高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我们的歼20就真的不会安装机炮了 讲真 这一次歼20的新变化 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增加了机炮的 美军F35A战机的机炮位置也是在这里 同时歼20的娘家 承飞611所也有一种声音认为 中巨弹的命中率太低 近距空空格斗弹的抗干扰能力仍需提高 因此需要给隐身战机装上机炮 以掌握全程主动权 有可能是歼20战机早在设计之初 就已经在这个地方预留了炮位 可能会采用新一代转塘炮 或者是我军歼11系列使用的 GSH-301航炮的减重版本 当然了 不管再怎么减重 安装机炮之后 歼20的空重至少也得增加数百公斤 不过如今新批次的歼20 都换装了推力更大的涡扇10改进型发动机 这增加的重量或许也在我军的接受范围之内 至于说机炮在现代空战中射击窗口非常小 不好把握的问题倒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说可以交给计算机系统 我国曾经也试过航炮自动管控 飞行员依靠这套系统只做最终决策 不过说到底 机炮在现代空战中的用处不大 已经是个很明显的问题了 在虎哥看来 将来假如激光武器技术成熟了 或许机炮格斗战术能迎来第二春 是一种对方的门 这个门 就是了 是一种对方的门